字幕組織 看一下我們今天的房間 是瓦納卡的 Edgewater Hotel 裡面是室室的暖氣 這是廁所 是有浴缸的 天氣超冷 超適合來泡一下澡 洗手乳 用品 這裡 一櫃是有浴袍 再來 有一些簡單的茶具 跟熱水壺 冰箱 冰箱裡面怎麼有奇怪的東西 就是飲料 可能是前人留下來的 還是些茶包 原來有可可 讚喔 這個嗎 麵包喔 還有個麵包耶 我們今天的房間 電視 噢 水龍電視 噢 這是衛生棉耶 好貼心喔 這邊還有一個 小孩 床 小孩跟他的床 外面是湖景 好棒的 哇 真不錯喔 checking的時候剛好 太陽下閃了 漂亮耶 如果沒有住這裡的話 也可以來他們的restron 吃下午茶 上湖景 在這邊睡一個晚上 各天早上就是我們跳傘活動 歡迎我們的跳傘經驗 有另外一部跳傘新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注意事項還有跳完的心得 大家可以去看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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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從瓦娜卡跳傘回來 回到鎮上 然後點了一個 網友蠻推薦便宜好吃的炸雞 這樣子 總共三十四塊 一罐可樂 旁邊就是 有椅子可以做的地方 就是我們今天吃的 聽說他的辣很好吃 但我不想吃啦 醬 炸薯條好吃喔 他薯條跟炸雞都有很多口味 可以自己挑一下 他現在點套餐 所以旁邊還有一些生菜 如果你不想要生菜 他也可以換薯條 那醬味醬是什麼 嗯 這是我另外加的 它是霹靂霹靂醬 霹靂霹靂醬就是印度的 很有名的 有點辣辣的醬 我怕炸雞太辣了 所以我就點原味 moki的炸雞 它是不會辣的 然後我想說就是 又沾這個霹靂霹醬 跟加一些風味這樣 我吃吃看好了 我吃給你看 哇 哇 外皮很酥 肉汁超軟 所以最近你來的 肉汁超軟的 有點筋 怎麼那麼軟嫩 哇好好吃喔 哇 這麼冷的天吃了 炸雞真的是好爽 在台灣吃炸雞沒有那種感覺 哇 好爽 因為現在是冬天 外面有坐 我就直接坐到這邊吃了 但如果你們是夏天來的話 不會那麼冷 你們就可以再往阿卡 普遍去吃 其實很有感覺 而且 也不會因為天冷 炸雞冷掉 掰掰 上 吃個炸雞 旁邊那麼多黃雀在後 感覺多阿 你幹嘛阿 好多隻 欸 有沒有提帽你們 你剛剛被想吃了 我欸 你剛剛 你幹嘛弄我的媽吃 你沒有想吃吧 欸欸欸 不是喔 吃飽飽後就跑到瓦娜卡的鎮上散步 秋末冬初的時間來 還有很多青秋的痕跡很美耶 雖然是冬天來 但還是要吃一下瓦娜卡最有名的冰淇淋 冰淇淋 Black Peek 竟然要點台灣吃不到的Hockey Pocky 然後去湖邊吃 湖邊的景色真的超美的耶 不過冰淇淋很天然 融化也很快 記得要趕快吃掉喔 湖邊還有很療癒的鴨鴨在走來走去 一步一步走的樣子超級可愛 我們家小松露看到了 都變成了個好奇寶寶一樣 畢竟她是第一次看到鴨子啊 不能抓你豬 這鴨鴨到塗膜什麼 豬不要去啦 這鴨不怕了 瓦娜卡不能錯過 當然還有紐西蘭最有名的樹 瓦娜卡是一棵自然生長的柳樹 玻璃在湖面上有80年之久 水長潮的時候 水質剛好能碰觸到水面 但如果像我一樣是枯水起來的話 就會許可光凸凸的樹沒這麼好看啦 我們現在在這露營區 作為在我們從瓦娜卡去 庫克山的中繼站 就是一個很小小的小鎮 鎮上也有一些殘鎮 但很少 還有開到七點的草双 但這露營區還不錯 我這次選的房型是 黃衛玉的露營小屋 這人房的價格還蠻可愛 有一張雙人床跟上下鋪 很適合家庭一起入住 浴室有點冷 但是熱水很熱 水壓也很強 房間內也有簡單的洗手台 微波爐熱水器可以用 原本想說這樣子可以比較輕鬆 最近冬天開業車會有危險性 路不知後來覺得 天啊 拜保保收拾行李是更難的事情啊 感覺收拾行李就要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那好像住同一個地方還比較方便一些 因為是營區的關係 所以有一些公共設備 像我就在廚房煮了晚餐跟早餐吃 然後在端道房間裡面 給先生跟小松露吃 不然廚房裡面有煙味老實說是蠻重的 這邊有一個是 這是BBQ區耶 好酷喔 很適合露營的人來 這邊就可以直接用BBQ 好 有一些賣賣機 洗衣機也有 那洗衣價錢是四塊 然後你只能偷一塊錢的 BLAGROUND 好棒 接下來我們就要去庫克山啊 GO 先往庫克山之前 看到了路上有collect clip的景點可以參觀 所以我們就決定花一點時間去走走 不過這邊的路好像比較原始一些些 沒有這麼好開很多碎石子路 記得要慢慢開 我們現在要進去collect clip 它是一輛車五塊錢 然後在那邊偷錢之後自己開門 然後剛剛有人說可以不用偷錢 可以 自行打開家門進出 風真的超大 我是被吹著走的 通過閘門開一小段路 就可以來到健行起點 先走邊可以欣賞 紐西蘭這一片遼闊的荒野景色 另一邊則是懸崖峭壁 有人說這裡是紐西蘭的越世界 但我覺得最特別的是兩邊相反的地勢 讓人一邊覺得心靜 另一邊則是覺得震撼 只是這裡成土飛揚 想要再往高處爬的話 便也可以穿一雙好登山的鞋 因為往上走的道路 石子很多 有時候甚至要手腳兵用才容易爬上去 雙方也是讓人覺得氣喘吁吁 接下來就要往庫克山出發 我們下集見啦